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亲自主持警察局大同分局等十个单位 新就任分局长交接典礼 尖交仪式庄严隆重 新任分局长名单包括高震文接任大同分局 林志成接任北同分局 陈明志接任中正第一分局 李全哲接任松山分局 王宝璋接任内湖分局 范之鲲接任信义分局 陈昭甫接任文山第二分局 吴庆红接任士林分局 谢宗鸿接任南港分局 途国欽则是接任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 各位先生 各位都是学经验公布 距离大产的警察优秀大部 现在在这边特别的打工行情 台北市是全国的中南区 不过在治安交通上都受到市民 招呼者的要求来解释 那在治安代表来解释 感谢致安交通局长跟警察 各级干部的同志 从此在我们工作办会上 一个辅助也认为了解释 此外 黄珊珊也感谢 卸任干部对治安交通工作的付出与努力 并期许新任分局长大队长 在原有的坚实基础下 完成各项警察工作 圆满达成上级交付任务 继续为警察局警政业务的推展 全力以赴 记者邮湘亭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